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 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试图吸引更多的过夜游客并发展高品质的旅游业 你仍然可以在百思买和沃尔玛购买苹果手表 尼可 基曼在Expats 预告片中面临改变人生的悲剧 巴西诉讼将JBS与亚马逊保护区的破坏联系在一起 并要求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 索尼的视频游戏计划被勒索软体组织泄漏 请大家收看 香港试图吸引更多的过夜游客并发展高品质的旅游业 南华早报 香港特首李家超告诉中国内地部门 吸引更多的过夜游客并增加他们在该市的消费将是首要任务 李家超表示 发展高品质的游客体验是该市的主要重点 政府正在努力吸引更多高附加值的过夜游客 刺激游客消费 并促进高品质的旅游发展 李家超还强调香港旅游业在今年年初解除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旅行限制后的恢复情况 游客数量达到了2017年和2018年同期的70% 你仍然可以在百思买和沃尔玛购买苹果手表 彭博社 苹果公司面临在美国禁售其Series 9和Ultra 2智能手表的禁令 该禁令将于12月25日生效 该禁令仅适用于苹果的直销渠道 这意味着沃尔玛、白斯买和塔吉特等第三方零售商仍然可以销售这些设备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零售商在现有库存受庆后是否能够获得更多库存 该禁令以进口限制的形式实施 禁止苹果在美国销售这些手表 尼可、基曼在Expats预告片中面临改变人生的悲剧 英国独立报 即将上映的亚马逊Prime Video迷你剧 Expats的首支预告片已经发布 该剧改编自Janice Y.Haley的畅销小说 The Expatriots 由妮可、基曼饰演香港的外籍人士马格丽特 预告片展示了马格丽特面临一场改变生活的悲剧 并暗示她失去了其中一个孩子 该剧讲述了马格丽特和其他两位美国女性以非凡的方式相遇的故事 Expats的制作在基曼被允许跳过强制性的Covered简易开始拍摄后引起了争议 该剧将于2024年1月26日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首播前两集 巴西诉讼将JBS与亚马逊保护区的破坏联系在一起 并要求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 美联社 巴西肉类加工公司JBS和其他三家屠宰场面临诉讼 指控其购买在亚马逊保护区非法饲养的牛脂 这些诉讼由巴西朗多尼亚州提起 旨在打击亚西帕拉纳保护区的开发 该区域已被伐木工人、土地侵占者和牧场主转换为草地 诉讼提供了转移文件的证据 显示牛脂直接从保护区送往屠宰场 其中的信息似乎是非法牧场主提供的 这些诉讼要求赔偿约340万美元 以弥补对保护区的侵入、占领、胎发 造成环境损害、阻碍自然恢复和或获取经济利益的损害 JBS拒绝回答问题 称尚未接到法庭传票 三家较小的肉类包装公司Frigan Destriboi和Tangar也被指控因购买保护区内的牛脂 而对环境造成损害 这三家公司都拒绝置评 这些诉讼旨在对破坏羽林行为进行定价 损害估计达10亿美元 总共有227头在亚西、帕拉纳饲养的牛脂被列入诉讼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还会对保护区内的其他侵入者提起赔偿诉讼 亚马逊羽林的三分之二的砍伐行为是为了转换为牧场 朗多尼亚州是巴西亚马逊地区砍伐最严重的州 索尼的视频游戏计划被勒索软体组织泄漏 彭博社 黑客从索尼公司旗下的Nsonia Game泄漏了超过130万个文件 其中包括游戏路线图、预算以及有关即将推出的游戏的详细信息 泄漏的文件显示 索尼计划在未来十年推出几款受漫威启发的游戏 包括《蜘蛛人3》、《独一》、《X战警》和一款新的《瑞奇与叮当》游戏 泄漏的文件还表明 Nsonia和漫威在2035年之前有一项高达6.21亿美元的授权承诺 用于开发和营销、X战警、游戏 这次黑客攻击是由Reside勒索软件组宣布的 他们之前曾针对教育、医疗、制造和IT行业进行攻击 近年来 视频游戏行业经历了几次重大黑客攻击 包括早期、侠盗列车手6、片段的泄漏 以及针对万代南梦工和Riot Games的黑客攻击 2014年 索尼影业遭受了一次重大黑客攻击 导致机密信息泄漏和电影、访问 的中断 预计有900万名旅客在节日期间经过香港 南华早报 预计香港将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迎接超过900万名旅客 移民署估计 这个数字中有83%的人将使用陆陆口岸 其余的旅客则通过航空或海运抵达 最大的人潮预计将在12月26日 届时将有62万6千名游客 然而 当局和企业正在努力鼓励当地人在节日期间消费 提供折扣并增加装饰和活动来促进消费 我的父亲 黎智英 可能要接受审判 但这次审判实际上是关乎香港的未来 加拿大环球邮报 香港民主报纸 苹果日报 创办人黎智英目前正因涉及中国国家安全法而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于星期一开始 是一场协调一致的努力 旨在抹黑和压制黎智英 他一直是北京最直言不会的批评者之一 黎智英的儿子塞巴斯蒂安领导国际运动 呼吁释放他的父亲 并强调这场审判不仅关乎黎智英本人 但关乎该报纸的解散 他所倡导的价值观 以及数百万相信自己有权对香港未来发表意见的读者 审判的结果将皆是香港对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其他支撑法治的基本权力的立场 大众品牌与劳工领导人达成协议 将进行100亿欧元的成本节约 彭博社 大众汽车VW 已与其劳工领袖达成一项价值100亿欧元 110亿美元的削减成本协议 以提高该公司旗下品牌大众汽车的回报率 这些措施包括将人士成本削减五分之一 特别是在行政职位上 并提供57岁起的提前退休选项 该公司计划到2026年将大众汽车品牌的回报率翻倍至6.5% 大众汽车已经实施了招聘冻结 解雇了临时工人并血减了班次 以改善这个陷入困境的品牌的盈利能力 而电动汽车的需求皮弱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眼光头向迈阿密 李约市将自己宣传为热带的戏骨 彭博社 为了吸引居民和投资 李约热内卢正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区域科技中心 这座城市面临人口流失 经济不平等和高犯罪率等问题 官方希望通过科技发展 将李约变成一个创新中心 市长爱德华多 帕埃斯试图将这座城市定位为华尔街或戏骨的热带替代品 重点吸引开发人员 加密货币交易员和数字游牧民 李约提供减税优惠并改造地区 打造21世纪的经济体系 同时还在建设名为Portomar Valley的科技中心 然而 批评者质疑这座城市能否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科技中心 以及以这种方式吸引工作者是否明智 在疫情期间 像迈阿密和里斯本这样的城市争相吸引工作者 导致租金上涨 当地经济受到干扰 自2010年以来 李约只发放了700张远程工作者签证 而失去的永久居民则有10.9万人 这座城市还面临着空置建筑和擅自居住者的问题 批评者认为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市长的开发努力解决 尽管如此 官方希望李约的自然美景和生活品质能够吸引工作者 他们正在简化繁文入节 并将这座城市宣传为科技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他们还押注于加密货币 电子竞技和碳信用市场等行业 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 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成功 以及李约能否成着科技行业的浪潮 还是只是创造一个泡沫 这还有待观察 香港将寻求28.41港元的资金来支持芯片研究所 孙东 南华早报 香港当局正在寻求28.41港元 364万美元的资金 以建立一个专注于发展半导体技术的研究机构 该市创新主管孙东告诉立法会议员 该研究所将不受美国领导的 对中国大陆芯片设备出口限制的阻碍 而且中国大陆国内生产第三代半导体设备的活动 将减轻西方限制的未来影响 该研究所将建立两条主要的市产线 进行碳化系和氮化加的研究和测试 这两种化合物在新材料技术领域有很大的潜力 马云支持的公司1.8米通过阿里巴巴的 汉马先生和天猫开始线上销售 南华早报 由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支持的 渔农公司1.8米海洋科技已经开始商业线上运营 通过阿里巴巴的汉马先生零售连锁店 汉天猫市场提供海鲜产品 该公司专注于可持续食品生产和农业 这是马云自2019年退休以来一直在研究的领域 目前提供的初始产品是冷冻黄鱼和新鲜清口碑 此举是马云扩展到新行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香港需要更智能的生物多样性管理 从树木到湿地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兼职教授邓颖教授的说法 香港需要一个全面的树木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以有效管理树木和保育工作 目前 香港有几个树木数据库 但它们分散且不完整 一个集中的 全面的数据库将使政府能够调整种植策略 更有效的管理树木 并实现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育 香港恢复投资拘留计划 以吸引富裕人士 日经亚洲 香港正重新引入投资移民计划 以吸引富裕个人并恢复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据修订后的资本投资入境计划 外国个人和具有外国拘留权的中国大陆个人 将有资格获得永久拘留权 如果他们在非住宅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上 投资3000万港元 385万美元 该计划将于2024年中旬开始接受申请 旨在吸引该地区更多元化的投资者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是和中国经济放缓 香港一直在失去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香港将在亚洲金融论坛上倡导多边合作 南华早报 香港将于1月24日至25日举办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 该活动旨在凸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将聚集100多位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作为演讲嘉宾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参与者 主题演讲嘉宾将包括芝加哥大学的道格拉斯 戴蒙德教授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杰弗里 萨克斯教授 家族办公室将是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因为香港希望成为家族办公室的枢纽 新的香港资本投资计划每年可能带来 每年1200亿港元 根据香港金融服务及财政局局长许正宇的说法 香港的新资本投资入境计划 每年有可能带来1200亿港元 154亿美元的收入 该计划将向投资3000万港元的人提供签证 但不包括房地产 其中90%的资金将投资于金融资产 如香港股票交易所的股票 许正宇表示 这个计划与新加坡的计划相竞争 后者的门槛为1000万新加坡元 750万港元左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条有趣的新闻 首先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吸引过夜游客并提高他们在香港的消费是首要任务 香港旅游业在今年解除旅行限制后 已经恢复了很大程度的活力 并且政府正在努力发展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接着 苹果公司面临了禁售其智能手表的禁令 但这只适用于苹果的直销渠道 第三方零售商仍然可以销售这些产品 这个消息让我想到 如果你想买苹果手表的话 可以考虑去沃尔玛或百思买 此外 尼可 鸡曼将在一部新剧中饰演香港的外籍人士 马格丽特 这部剧将于明年1月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首播 剧情非常引人注目 相信会吸引很多观众 在巴西 肉类加工公司JBS面临着诉讼 指控其购买在亚马逊保护区非法饲养的牛脂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 索尼公司的视频游戏计划被黑客组织泄露了 这是游戏行业再次遭受黑客攻击的一个例子 提醒我们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的重要性 最后 香港正试图吸引富裕个人 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来支持经济发展 这是一个有趣的举措 但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因为一些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不平等和不稳定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已经为大家带来了各种话题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邀请订阅各种简陈应